因為我們現在住的地方只有兩個房間 公司的宿舍 因為退休還是要 就是還是要搬出來 對啊 我們不只看體育大學這邊 我們林口南市還有後段 林口後段都有看 主要是這邊新開發 A7接口什麼都是新的 尤其甲子園這個地區 看起來是整個A7的正中心 所以那時候看就特別終於這一塊 然後甲子園有幾個特色很吸引我 它是中商區 未來的生活技能發展會比其他社區還快 再來就是說 它其實離捷運站大概走路10分鐘以內是很方便的 自產跟自住兩方面都非常的適合 它旁邊就是華達科學園區 在過去還有一個藍寧科學園區 甚至未來有遊政務留言區 相對這些工作機會的話 因為舊員人口出租 需缺量很大 不會怕租不出去這樣子 像夾子園的中庭啊 就有800坪大的中庭花園 那小孩子家放風其實就在社區裡面 800坪這邊油氣其實很方便又很安全 想要看看花草啊 可以到樓下的中庭 就在社區這樣玩耍還蠻安全的啊 採光還不錯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它格局也蠻方正的 然後也比我們現在住的地方空間大很多 兩次三次我們就決定了 搬來這裡 有歸屬感 都屬於自己的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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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